这个事儿已经惹气功奋了 就是这么一种胡搞的办法 实际上这个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 这个完全是瞎折腾嘛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了 我以前讲过 既然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那么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好像是 叫什么裤子上沾黄泥巴 就是不是屎也是屎 就是你这个反正是你领导的 所以呢现在所出的所有的问题 都要找你领导人负责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种反弹呢 实际上是包含着一种社会情绪 就是说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 所以呢他们就各种媒体 以各种高级黑低级红的方式 就把这个事儿就反弹起来了 那你再回想就是说 为什么体制内会一窝蜂的 就这个来改地名运动就起来了呢 这中间除了我上一轮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 就利益的驱动之外 是不是也有高级黑的成分在呢 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 这个体制内的潜在的恶意呢 我就把这事儿给你弄荒唐了 让所有的人都恨你 恨不得你赶紧走人 那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